用手奮大的同學 鼓勵的收藏 剛才在這禮拜的時候 在樓下 英文在外面吃飯 英文說 主席 新鮮的場地有點小 我進來看了以後 我覺得 場地不小 是英文把他這裡塞了太多人 我剛才在看 也有人今天帽子不及格 因為還是戴上次選舉的帽子 我們很感謝嘉義長 剛才給我們的講話 我要向蔡英文報告 我上次真的有投票給你 還是我們大清早就投票給你了 所以你有騙我啦 今天在現場有台北市的總部主任委員 我們的黃湘群的姐姐 我們的男朋友 謝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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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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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黃湘群老 我是說他媽媽 真的很年輕 今天還有好幾位 我們這次要在台北市打選戰的好幾位 立委的候選人 楊烈羊大哥 我這次真的要第一個介紹他 因為上次把他講錯了 所以 還有好幾位 我們的姚文智 還有個 schema 大也是 這次可不可以再做這一段了 Natural 超級幸福 基本上 لل y 你已經被提名了嗎 沒有 這邊都被提名了 我剛剛的介紹都是確定提名的 你也提名了 我們真的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我們在場的小英自由會會長們 小英自由會請我們這次選戰 我們選戰中的陸軍 各位來參加我們的小英自由會 都是聖志願役 是嗎 對 大家都在聖志願役 很少看到志願役還這樣充滿熱情的 但是剛才議長在跟我們說話的時候是真的 這一次我們靠的是我們支持者 還有我們的小英自由會會長們的熱情 要打這個選戰 也要靠大家來宣揚我們的理念 強化我們跟基層的溝通 所以剛才我們一直說 再困難我們都要衝過去 再難受我們也要忍下去 我要再一個報酬 就是2008年之後 我們在後面的幾場選舉 有一段很困難的過程 尤其是我們2009年 我們的縣市長三合一的選舉也是什麼 我們就把所有的黨工都派出去助選 我們的黨工都賦予一個任務 尤其說他們必須要到廟口開獎 廟口開獎對我們的黨工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很多的黨工都會到廟口 把麥克風什麼都架好以後就開始講 很多時候開始講的時候 前面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講到後來 運氣好的前面會有幾個 甚至還有一群 我也聽過一個故事 我們有一個黨工 一直說我們前面一直講到 最後總是只有一個人做的廟 他就覺得很感動說 這個人為什麼從頭到我做的廟口 他就說他能夠收益 他在那邊要收益的 但是我們的黨工也就是這樣子 一次又一次 不會感到說因為困難 他不會去做 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去做 我們這幾年的選戰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的黨工發揮的功能很大 上山下來到哪裡都去 再困難 再不好意思的地方 他們也都願意站出去 替這個黨來發聲 替這個黨來接觸民眾 但是這一次的戰役真的很大 而且大到說 我們用整個黨的幹部來打這個選戰都不夠 我們也沒有資源 我們也不像馬政府 可以利用政府的大量文宣 來幫助他競選 所以我們要靠我們的陸軍 陸軍就是各位 我不是說你要去廟口從頭講到尾 但是你也很可能會碰到 在廟口開始講話的時候 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你很可能講到後來 我會告訴那個要收椅子的人 最好找多幾個人在坐在那裡 剛才我們的議長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出去 我們要找任何一張 我們可以爭取得到的選票 任何一個可以轉過來投給我們的人 這個是我們的陸軍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中間有很多特別強壯的人 我們真的還有訓練成這個透整部隊的可能性 不過我們現在來看看 是不是在最後的關頭 我們要從各位裡面找出那種 最會吸引我們的群眾 最會上山下海的人來舉 我們要組成一個特種部隊 在最後的關頭 所以歡迎各位爭取 作為我們最後的特種部隊成員 因為剛才我們的議長在說 我們的湯育成已經有450個會 我不是要用湯育成來嚇 各位說每一個要有450個會 因為湯育成跟我不交情不一樣 但是我大學同學 所以如果他做一千個也是應該的 各位 各位 那我相信你們的能力 一定不會比康議成還要差 一定會做得比康議成還要好 所以康議成要是450 那你們就從那裡開始 不過因為是志願 才會顯出來那個熱情 才會讓我們的人民感動 所以我要跟大家再一次的感謝 能夠在今天在這裡跟我們在一起 場地很小 地方很熱 媒體也很多 但是我們真的有一個共同的心願 就是我們2012年 我們的總統一定要過敗 大家說清楚 我們的立委一定要過敗 尤其是今天有來的更要上榜 好嗎 好 我們也不能太樂觀 或者是過度的樂觀 因為台北市本來就是民進黨 向來都是最艱困的選項 我們就感謝大家能夠挑起這個重擔 挑戰最困難的選項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打這個仗 我服選你 你也服選我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操盤手 兩位操盤手在這裡 黃向勤的姐姐 我們是總幹事的 我們的莊瑞雄總幹事 來選主委一下 今天真的很高興 在對手在這幾個禮拜以來 這樣的激情的演出 跟很多的紛擾之中 我們把我們的對未來的願景 跟未來的規劃 以十年政綱的方式 來向社會大眾來解說 那我們一篇一篇的向社會大眾來解說 十年政綱總共有十八篇 我們到現在為止 宣布的大概是四到五篇 我們下個禮拜 會繼續把十年政綱裡面的重要內容 向社會大眾來解說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很多人覺得選舉講政策有用嗎 我們以前剛才說 在我們西北市的選舉裡面 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講政策是有用 為什麼講政策是有用 因為我們的選民 是已經進入到一個成熟的選民的結構 大家關注選舉 其實他關注的是 政治人物的政見或者想法 是不是符合我的期待 符合我的利益 跟符合我的需求 這是一個現代的民主裡面 我們整體的選民結構 走向一個理性化的趨勢 我對台灣的民主非常有信心 我也對於我們選民的理性 非常有信心 很多政治的爭論 或者很多政治的揣測 或者很多政治的故事 聽起來好像是很有趣 也聽起來是津津有味 但是它畢竟是 我們大家在激情之後 回頭想一想 其實對我們的將來 並沒有實質跟建設性的意義 對大家的未來 有實質跟建設性的意義 還是政治人物 理性地告訴你 他要做什麼 而他在告訴你做什麼的時候 他自己也評估過 他將來有沒有能力來做 民進黨 從2000年到2008年 已經執政了8年 我們是一個有執政經驗的政黨 我們有能力來評估 什麼樣的政策是我們可以替台灣社會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提出來的就是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會浮誇我們的目標 也不會浮誇我們的政見 更不會浮誇我們以前在執政的時候 所給大家做的事情 今天我們再重新檢驗 2000年到2008年 我們替大家做的事情 不然我們執政的好壞 成敗 自有公認 每一個人也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判斷 但是不可否認的就是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 尤其很多的公共建設 很多的基礎建設 民進黨都在最精簡的預算 跟精簡費用的情況下去完成 以至於我們現在回顧這8年的執政 我們的預算可以在2007年達到一個平衡 可是在這8年期間 我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把這個政績 跟在我們執政時候所做的事情 跟這3年這個政府替我們做的事情 跟它所累積的債務來比的話 那真的或許我們做得還不夠好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把政府真的做得比我們還不好 如果一個政府 沒有辦法具體的告訴我們 他做了什麼 讓大家產生信心 也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他們將來要做什麼 那大部分的政策 都只是跟進對手的講法 跟對手的想法 那這個政黨 真的大家要好好地思考 2012年 我們是不是應該換政黨 換了來自政 對不起 我剛才那一句話應該講得比較激烈 但是大家都聽不懂 知道我們的意思 就是這樣 我們的目標 明年再一次政黨問題 取得政權 我們來替台灣人做更多的事情 讓台灣有一個更好的 可以期待的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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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